詞曲 李宗盛 我們先敬禮傳承祖師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上師 敬禮十六世大寶華王卡瑪巴 敬禮圖登達吉上師 敬禮譚成三寶 敬禮今天的護魔祖尊 南無本師釋迦摩尼佛 南無化身釋迦摩尼佛 南無廢濟金剛大全神王佛 師母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各位同門 還有網路上的同門 今天我們的貴賓 喬禮圖 喬禮圍海外信用保證 基金會董事長 謝聖華夫人 謝王淑梅師姐 各位同門 聖華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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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开始以前 先介绍下个礼拜天 10月13号 副魔主帧是魔力之天 魔力之天 玛丽之天这个天本身是在 有一本经叫《玛丽之天经》 那么这个经典也就是说 完全讲玛丽之天本身的功德 那么这一尊也是很special 很不平常的 那它的这个 法座呢 是在坐在一个这个 轿子上面 轿子 轿子上面 前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金色的珠 在拉着这个轿子 拉它的这个轿子 那这一尊 这一尊这个玛丽之天 这个 这一尊 它特别的地方是 它的金刚号 就是战斗金刚 战斗金刚 战斗金刚 它在太阳 大日 大日 大日之前 在崩行非常快的 那么这一尊啊 又在道家被称为 这个斗母心经 斗母 什么叫斗母心经呢 你只要安纳这一尊 那么你这个六十甲子的 所有的神 的中央的神 就是斗母 六十甲子的神 他的手 他的手脑 他的手领 就是玛丽之天 你只要供供他呢 就不害怕 这个你这个 数什么啦 充换哪一个 充换 今年的这个正充 偏充 什么充 什么充 都会消失掉 而且你只要有 玛丽之天的福令 拿着他的福 放在你的身上 你就不害怕充换 他是战斗之神 战斗之神 当时啦 我有灾难 师尊有灾难 那么我问姚迟经母 他说我应该怎么办啦 姚迟经母教我很多方法 其中 他教我要修两尊 第一尊 就是玛丽之天 他是战斗之神 第二尊 就是我的母亲 他说要呼唤 呼唤 我的母亲 他就可以帮我 消除这些灾难 然后教我很多的方法 你哪一年 你要到哪里去 哪一年 你要到哪里去 哪一年 你要到哪里去 他教我这种方法 所以我就避开 这个灾难 避开这种灾难 所以当初的时候 真佛报 出了 这个 出了 那个 poster 报 真佛报 真佛报 登出我一张照片 然后我出现在大CD 跟很多猪在一起 有没有 他忘掉了 他记忆不好 他洗掉了 我在大CD跟猪照相 跟猪照相以后呢 发回给那个真佛报 真佛报把我登出来 我跟 我戴着草帽 穿着大CD的服装 跟几只猪在一起 我说我要在大CD养猪 有没有 明明有的你记不住了 为什么到大CD去 跟猪照相 我要在大CD养猪 这就是 姚慈金母 我母亲 玛丽之天 叫大CD养猪 玛丽之天 他是 很多猪 这个 很多猪啊 那个在前面 牵着他走的 他是战斗之神 所以他要我跟猪照相 我就变成 玛丽之天 所以化解所有的灾难 你听姚慈金母的 一点错都没有 不会有什么措施 那时候他叫我去那里 然后再到哪里 然后再到哪里 这样子走了一圈 就是在化解我自己的灾难 我灾难来的时候 不是不知道 我告诉你 我事先就知道 那时候 丙祥在不在 丙祥在哪里 我跟丙祥讲 我说 丙祥在哪里 你不要抖着 让大家看一看 我跟丙祥讲 我要在一年之内 在这一年之内 马上要换房子 我跟丙祥讲 我有灾难来 所以必须要离开幽灵湖 必须要离开幽灵湖 搬到一个任人家 都不知道的地方去 那丙祥就一直开始帮我找房子 我说你要帮我找房子 我要搬到那里去 一年前我就知道 什么不知道 哪里不知道 知道得很 一年前我就跟丙祥讲 我有灾难 你要赶快 我要搬家 你要帮我找房子 丙祥帮我找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丙祥他就帮我去找 哇 每天找房子 看了好久 我说快一点快一点 时间快来不及了 换了房子 让所有人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避开一个灾难 所以玛尼之天 那时候我天天念他的咒 修他的法 还有 齐勤我的母亲家族 这个灾难终于化解掉 这是很奇怪的 这个灾难本来是逃不掉的 能够让你逃掉 那个是真的是 是奇迹 真的是奇迹 这是玛尼之天 玛尼之天可以化解很多很多的灾难 像有小偷要抢你 有强盗要抢你 小偷要偷你 有人要欺负你 有人要怎么样整你 有人要害你 你供奉玛尼之天 他们都害不到的 就害不到 所有的加害的东西 全部给他解除掉 这是玛尼之天的功德 所以下星期 下星期天 十月十三号 十月十三号 也刚好是玛尼之天的圣诞 这一天啊 这一天啊 你如果不主其父母 你被人家害了 不要来求我 不要来求我 人家要害你啊 这世界上啊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师尊是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也不可有 不一样的 但是你们不是师尊啊 所以你们防人之心也要有 你要有 所以你足起玛尼之天 所有要害你的 要抢你的 要脱你的 要陷害你的 所有一切你都会打胜战 叫做战斗金刚 日本人很遵从玛尼之天的 所有的Zinja 你知道忍者啊 所有的忍者 他们全部 通通都是敬仰 共享玛尼之天 所以他结的这个手印 Om Mani Ji Soha Om Mani Ji Soha 他结玛尼之天的手印 很厉害的 这一尊的力量很伟大 你们愿意被害的就不要阻挤 那么我们今天是 父母祖孙是南蒙本师师家摩尼佛 为什么是南蒙本师师家摩尼佛 南蒙分身师家摩尼佛 南蒙分析金刚大前神王佛 因为分析金刚大前神王佛 就是释迦摩尼佛 他的这个左边的这个心房旋转 化身出来的 这个灰激金刚大前神王佛 是释迦摩尼佛本身的心房 化出来的 这一尊是很特别的 他的手印很难解 手印 你们要请教人家 或者这样怎么看都看不清楚的 这个也是笔中指 但是夹起来好看一点 不是骂人的 他的手叼得很紧 才会这样 手叼得很紧 他的手印比较特别 要懂得他的手印 那他的咒语是 Om Jiru Duran Hom Jiru Duran 这个咒语 这个实在是 很标准的咒语 Om Jiru 还没有讲什么 这个Duran 这个很重要 Hom Jiru 他发佛啦 当然是Duran Om Jiru Duran 这一尊我是在纽约船 纽约金刚的一样式 在麦迪森广场 纽约麦迪森广场船 麦迪森广场不得了啊 那个租金很贵的啊 在纽约麦迪森广场 你到那里去讲麦迪森广场 我在麦迪森广场做过法会的 没有几法师在那边做的啦 非常贵的啦 纽约金刚的一样式主办的 那么他有他的形象 他的形象 这个前面摊卡 是他的形象 这一尊呢 就是雕像 雕出来的像 很非常的庄严 蓝色的 你看他的形象啊 他是三面 三个面孔 八指手背 九个眼睛 大家 大家注意他 手上哪个东西 那么上一回我讲过 这个灰激金刚 大千神王佛 他为什么称为 灰激金刚的原因 上回已经讲过了 那么他本身啊 有一本经典 也是一样 有灰激金刚经 任元经也有提到 另外还有一个明王金 明王金也提到过 这一尊呢 能够除病 习灾 获得人情敬爱 防止所有的意外发生 降服很多的怨敌 一切邪魔恶鬼 不敢来清 吃掉 这个 所有一切不干净的东西 他都能够吃掉 一般来讲 那个佛啊 你在请佛下降的时候啊 你只不过没有洗澡啊 没有刷牙啊 没有洗脸啊 那你请他来下降 觉得自己不净 那么你请 请灰激金刚下降 他可以下降 他把你身上 所有的污秽 全部给你吃掉 所以这一尊金刚呢 日本人也是很奇怪的 哪里不供奉 他就供奉在厕所 灰激金刚 大全全弯火 他把它供奉在厕所 因为他吃掉 所有不干净的东西 但是我们觉得说供奉在厕所 实在不太好意思 我们还是不要供奉在厕所 那么刚刚在念 念十身 南无本是释迦牟尼佛 南无法身释迦牟尼佛 南无废基金刚大全神王佛 南无大全神王佛 要念十身 修法的时候要念十身才有效 你如果这一尊修持 能够有相应的话 不怕一切肮脏的东西 所有一切肮脏的东西 你都不怕 红事白事你都不怕 停时间你都可以去 病院都可以去 焚藏也可以去 你如果老是生你的 要生男的 那么修这一尊最有效 因为他的阳刚之气 非常的主 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 好 谢谢大家 这个飞机金刚 就讲到这里 我们还是讲大阎蛮法 那么大阎蛮法呢 在昨天我讲了很多的这个修法 像这个九节佛风 这个金刚颂 宝瓶器 这个无肉 还有左火 都讲了 还有一个明典法 以后再跟大家讲 然后回到源头 那个都是属于这个修法方面 实修方面 回到源头 现在要讲一个理论 所有一切法 根源于每一个人 你们每一个 每一个人 都是所有一切法的根源 那么为什么你会想修法 为什么你要信佛教 为什么你想要修法 是什么原因呢 我当初的时候啊 到师父那里去 师父就跟我讲 有一种叫做不共法 所有佛教 不管你是显教 是密教 任何一个宗派 你都要共同有这样子的概念 你才能够学佛 没有这个概念 你是没有办法去学佛 去实修的 那么 师父就跟我讲 那就是 苦 空 无常 跟无我 你经常要记住这四样 苦的 空的 无常的 无我的 有了这四样 你才想要修法 那时候跟我讲 苦空无常无我的 倒不是我密教的师父 而是我的戒 受菩萨戒的戒师之一 慧三老和善 是知慧的慧 一二三的三 三横 三横 而不是 而不是那个山跟海的山 而是一二三的山 画三画 画三画的山 慧三老和善 我这个 灰基金刚 大全神王佛 这个画本 就是慧三老和善给我的 慧三老和善给我的 因为慧三老和善 虽然是显教的师父 但是他必密修密教的 灰基金刚 大全神王佛 他告诉我 你要记得四项 一个是苦 一个是空 一个是无常 一个是无我 你讲一个笑话吧 有一天呢 有一位金官 他肚子痛 他急着去到厕所 到厕所 只有一间厕所 可是呢 他跑到那里去的时候 已经有一位 那个新兵 蹲在那个厕所里面 有一个 厕所里面有人 是一个士兵 蹲着 这个金官啊 这个二狠狠地 看着新兵 奇怪啊 厕所外面可以看到里面 是 金中的厕所是这样子 他只有 他可以看到脚 还可以看到头 是中间挡住而已 你知道 金云里面 有很多这样子的厕所 就只能够 挡住你的这个下半身 但是他上半身 是可以看得到的 是他的头 可以看到这个人 这个 希望能够把这个新兵啊 给他吓跑 这个金官很生气 凶巴巴的对着新兵讲 你知道一个新兵 遇见上级的基本本分 是什么吗 你是一个新兵啊 我是一个金官啊 你遇到上级 你要怎么办 立正敬礼 立正敬礼 这个金官要上厕所啊 你应该要让 应该要服从 那个新兵呢 成皇成宏的回答 遇到上级 要坚守自己的岗位 坚守自己的岗位 坚守自己岗位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应该要服从 坚守自己的岗位 我们今天在学佛法 就是要坚守自己的岗位 你不能够退的 你好像是说 我学佛学一阵子 我退了 我改信 改信别的了 我到处游走 这里 这里掺一下 那里掺一下 其实不一定好 你每样东西学呢 要贯彻始终 贯彻始终 跟这个中华民国的国歌一样 贯彻始终 就是一定要贯彻这个 你这个学习的那种精神 为什么会有那种精神 因为苦空无常无我 既然是这样 你一定要贯彻始终的 把佛法写好 我们讲这个苦啊 很多的苦的 看看这个笑话怎么样 在美术馆的展览厅里面 有一位参观者对画家说 你这一幅画非常的美 节奏啊 你瞧 我的口水都流出来 这画家讲说 这一幅是落日的图 这个太阳下山的图 你怎么会流口水呢 参观者说 啊 落日啊 你画的不是荷包蛋吗 他画的像荷包蛋 所以他口水都流出来 不要误解啊 不要误解 我们每一个人 出生在这世间 你要认识 要认识 当一个人非常的困难 但是人生有很多的苦 生也是苦 但生你不知道了 死也是苦 你会 生你会忘掉那个苦 死那个苦 那种苦是死前苦 死了你就不知道了 还没有死以前 你会很痛苦 会被折磨的 那么 老也是苦 像师尊已经进入老年 如果有一天啊 在报纸上登出来 七姓老翁 发生什么事情 老翁啊 七姓老翁 他一定登七姓老翁的 六姓老翁也有了 也被登了 师尊已经超过六十几岁了 所以是七姓老翁 老翁也是苦的 老翁为什么苦呢 因为跟年轻不一样 我年轻的时候很会跳远 跳远啊 就是杀 然后从远的地方跑过来 两只脚平起 然后弹起来 跳过去 跳到很远 跳远 然后我也很会跳高 跳高 就是说 那个橡皮签绑起来的 从底下一直跳到腰 一直跳到胸 你这样跳过去 而且我会弹起来 把这个橡皮签一勾 就人就可以翻到另外一边去 用脚勾的都可以勾过去 可以跳高跳远 现在七姓老翁 有一天来表演 跳远跟跳高 还有以前我跑一百公尺是 十一秒七吧 我小的时候跑一百公尺 那时候经常学校有 有跑一百公尺 这个枪一拿起来 一百公尺 咻 这个脚一弹起来就开始跑 一直往前冲 然后碰到线为止 它按一个样 十一秒七 我跑十一秒七很快 三眼跑几秒 十二秒 十二秒点五 也蛮快的嘛 你是用滚的吗 三眼他比较胖 用滚的就可以 但是跑得很快啊 我到西雅图来的时候啊 我会测量 这车子那么远 开过来还有多久 我跑过这条马路 绝对没有问题 车子到哪里 我跑过去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我跑的速度很快 到西雅图来以后 有一次过马路 车子从那边来 我用跑的跑过去 我发觉啊 跟我算的不太一样 跑起来已经比较慢了 你不要去绝对的照片啊 你不要去绝对的照片啊 不要给他妄想啊 哦 我知道 对不对 马路如虎口 谢谢你 这个就是年纪大了 有些时候你跳也跳不远 跳高也跳不高 跑起来也就慢了 因为你胖了 你跟小时候不一样 你小时候像猴子一样啊 猴子啊 猫子啊 猫子啊 哇 跑得好很快 动作很敏捷 这个一上当杠 一只手拉着 身子就翻上去了 直接就掉到上杠上面 现在一只手拉着 动都不能动 哪里能够翻上去 那时候身体很轻啊 一只手拉着 马上一转 咻就上了 还会大车轮 小车轮 小车轮 小车轮是这样子 我都会了 现在大车轮 不用讲了 老是很苦 生 死 还有病 病也更苦 我觉得病最苦 病最苦 大家晓得这个病了 非常的苦 生老病死 这四样 其中还有很多的苦 你想不到的 你得到了 这个东西你拿到了 就害怕失气 害怕也会苦 你已经拥有了 也害怕失气 你失气了 你失气了 又得不到 也苦 得到了又害怕失气 也是苦 那么人间有很多的苦啊 这个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这个你最爱的人 都在你身边 最讨厌的人 天天在你面前 又是怎么办啊 厌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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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别离 这个求不得 都是苦 所以人生很苦了 八苦 你不要以为天人就很享乐 没错 享乐 他们有下对到地域之苦 你享乐乐尽啊 你天人 天堂的人 有一天 你也会堕落到地域里面啊 也是苦啊 哪里不苦 所以天人也是苦啊 人也苦啊 这阿修罗也很苦啊 阿修罗要怎么样 他很激妒 经常跟人家作战 那被人家杀死 打死 这个阿修罗也是苦啊 畜生到更苦啦 他生来 他如果是鸡 鸭 鸭 鸭 鸟 猪 牛 你转世成为 成为畜生到 你长大了 就不免被人家杀掉 通通要被人家杀掉 哪有什么乐趣可言 畜生到 另外在这个山野的 像在荒山的 荒山的 荒山的 在山里面的 都是苦啊 在荒山啊 那个虎 老虎 狼 熊 豹 象 都是苦啊 他吃来吃去的 这个吃这个 那个吃那个 这个吃这个 那个吃那个 有一天你会被吃掉的 你看海底奇观 海底奇观 那些鱼啊 你不要以为鱼就很 自在 在那边有 好潇洒的 突然之间他就消失掉了 为什么 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虾米吃泥巴 就这样子 通通都吃掉的 你以为他妈自在 你那个草 你知道吗 那海水里面的草啊 鱼啊 油啊 油啊 油到这里来吃草 咕 那个海水还 那个草还是活的 把鱼夹住 然后吃掉 你看章鱼在吃啊 章鱼他的爪伸出来 很可怕的 任何一个东西 他只要 一勾 勾到他的嘴巴面前 哦 下去了 就死了 出生道都是苦 还有第一道呢 还有二鬼道呢 二鬼道是 连吃的东西都没有 饥饿而受苦 六道众生啊 全部都是苦 没有一样 什么是快乐 你说苦不苦 所以佛在世间啊 你看 苦的比较多吧 热的比较少吧 另外很多的苦 说也说不清楚 那么你要认识这个苦 哪些 你才能够想要 解脱这个苦 啊 离开这个 离开 轮回 解脱 去寻求解脱 所以这个 要学佛 要先讲苦 让你知道 都是苦吧 哦 这里谈到苦啦 有一个座民的营养学家 在一次国际饮食会议上演讲 谈到人们不健康的饮食习惯 他说 有一种东西是非常危险的 根本就不能够吃的 人们吃用这种食物的时候 会引起痛苦 悲伤跟疾病 不幸的是 许多人仍然在食用 然后他问在场的人们 谁能够告诉我 这种危险的食物是什么 有一个男子站起来讲 是结婚蛋糕 结婚苦不苦啊 反正不可说了 在飞机上 两个飞机的飞机 整個 飛機上有兩個座位的 這個 坐在旁邊的兩個人在聊天 一個講 前級是一項偉大的體育運動 前級 我很喜歡這個運動 我就是靠前級生存的 並且今年還賺了很多 前級比賽 他賺了錢 他是前級手 另外一個人就講 這麼說 我是靠前級生存的 並且今年賺了很多 那麼 對方就問了 這麼說 你一定是做名的前級師 你一定是前級師 很有名的前級師 他說 不是 不是 我是牙醫 笑不出來 因為打來打氣 就把牙齒都打掉了 或者牙齒打這樣 所以他是牙醫 他靠 靠著這個人家打前級啊 這個前級手都去看他 他主要是牙醫 牙痛不是病 痛起來要人命 牙齒痛是病嗎 牙痛是病嗎 牙痛是病啊 牙痛是痛起來要人命啊 牙齒還有一種毛病 牙齒啊 一種叫什麼病啊 這個是什麼 叫裸管 是吧 我在台灣聽說有這個裸管 那叫裸管 是牙齒 旁邊有縫 細菌 跑精氣 在裡面繁殖 然後從牙肉這邊 爆開來 有這樣子的毛病 那個很難治喔 很難治要治很久的 我們人很小的牙齒都有很多的毛病 都有很多的毛病 痛起來非常的痛苦 你說人生苦不苦啊 還是苦啊 那第二個講空 空啊 我再講幾個人好了 他們苦不苦 哪到最高的位置 哪到最高的位置是誰啊 是總統 他已經到了地位已經最高了 所有人民都歸他管 他是天下第一人 他是至尊啊 是總統啊 我們台灣的阿扁總統 我們台灣的阿扁總統 他是拿到了前衛最高的人 前衛最高的人阿扁總統 現在苦不苦啊 苦啊 你拿到前衛最高的還是苦啊 現在關到牢裡面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放出來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放出來 你拿到前衛最高的也是苦啊 一個例子 阿扁總統 你最有錢的 像台灣的這個經營之神 王永慶 王永慶是最有錢的 他拿到一毛錢沒有 沒有啊 他也是苦的 因為我賺了那麼多 一一一一一一一 這麼多一來一去 一不完的錢 那底下的子孫呢 子子孫孫呢 也是在那邊吵來吵去 這邊吵 一一一吵吵吵 一一一吵吵吵 苦不苦啊 苦啊 他死來也苦 看到後代子孫這樣吵來吵去 他也苦啊 怎麼不苦呢 最漂亮的 美國最漂亮的 我們舉一個那個 瑪麗聯夢路好了 瑪麗聯夢路 他是最美的 現在呢 也是空啊 也沒有啦 什麼都沒有啦 那接下來就是空 你要知道空 我們人生追求的是什麼 錢衛 最高的錢衛 再來 你追求什麼 追求財富 再來你追求什麼 帥哥呢 帥哥呢 追求美女 美女呢 追求帥哥 這三種到最後也會變成空 錢衛 錢衛變成空的 你看現在的台灣的這個 政治的鬥爭 你就知道了 總統 副總統 副總統 行政院長 立法院長 總統 副總統 再來就是五院院長 就是最高的啦 第三 和第一端 在那邊鬥爭 第一端 第一端 第三端 在那邊鬥爭 在那邊鬥來鬥去 錢衛高也會搖擺 也是在搖擺啊 也是在搖擺啊 搖擺啊 你說苦不苦啊 以前的 我看以前的馬英九 他相貌非常的瀟灑 臉長長的 他的臉 兩個眼睛有神 那麼他也長得 蠻暈俊的 年輕的時候也是一個 一個公子哥兒 很暈俊瀟灑的帥哥 當他總統以後 當總統 我們看他當 剛開始當總統的時候啊 氣色非常好 最近看他 眼袋啊 眼袋增加了 皺紋增加了 滿臉憔悴啊 當總統 苦不苦啊 苦 因為把他苦成這個樣子 歐巴馬苦不苦啊 苦 你看 都是苦啊 錢位最高了 全部都苦了 他們追求到了 但是他們還在受苦 有錢的 有錢的 也會變成 一下子就 啾 就沒有了 最近台灣有一個案子啊 就是 什麼 那個 胖達人 胖達人 這個案子 他講那個麵包是最好的 很多人排隊買他的麵包 開了好幾家 股票上市喔 股票上市喔 一個麵包店股 股票上市耶 你看 都有錢 但是呢 有錢 突然間發生了一點事情 他放的是人工香金 工業用的香金 一下子找出來了 慘了 很多事情就接受 有錢也是苦啊 他很有錢的 很有錢的 那個老闆本身是很有錢的 他也是苦啊 有錢也是苦啊 有錢突然間變成沒有錢的 也是苦啊 很苦的 沒有錢更苦啦 有錢也是苦啊 都是苦啊 還有 錢位最高的也是空 有錢的 最後也是空 另外好多有錢的 都變成空了 另外呢 另外美色 帥哥 師尊以前也是帥哥啊 你知道嗎 只是個子 個子稍微矮一點而已啊 不然你照我的半身像也是蠻帥的 對不對 現在屈性老翁啊 就差眼啦 我記得我以前看那個 實際功德會 正言上人 他以前的照片有一張 年輕的時候 剛剛出家的照片 非常的莊嚴 眉目清秀 很好看 他有一張照片是很好看的 那時候那個 實際功德會的那個 正言上的 他本身年輕的時候 眉目清秀 很好的一個相貌 最近年紀他當然也大了 年紀也大了 他面孔就不一樣了 我不能講他長得愁 這不行 人家那個實際功德會會演會說 我們上人哪裡有愁 我們上人是慈想 不是愁 是慈想 我們這邊美女很多的 你知道嗎 那個 老菩薩 老菩薩以前也是美女啊 老菩薩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蛤 蛤 你不站起來啊 蛤 他以前在那個台北的一個菜市場裡面啊 賣衣服 那時候他就有很多男朋友了 男朋友多得不得了 到現在還有男朋友呢 到現在還有男朋友呢 對不對 對不對 喔 OK OK 美色 總有一天也會變成 資深美女 資深美女 老菩薩是資深美女 老菩薩她是資深美女 資深美女就是這樣子 你等一下看一看她嗎 不要你 你永遠都是美色 永遠都在的 有一天 你也會變成資深美女 資深帥哥 都會的 他會變啊 他會變的沒有了 苦的 空的 變化的 就是無常 再來接著就是無常 無常一到 你生命很快就消失掉 無常大鬼一到 你就被抓走 年輕的也一樣啊 年輕的 有些 現在年輕的中風的也很多啊 中風走的也不少 年輕人 所以現在年輕人也不一定說不會中風 也會中風的 很多很多 所以師尊覺得說 人生是很無常的 什麼時候走 誰知道 誰會什麼時候走啊 你們知道嗎 誰會什麼 你自己知道 什麼時候會離開人間嗎 不知道啊 所以無常大鬼一到 你就離開人間 不管你都美 都醜 都有錢 有什麼 你是博士 或者是你是本 本身來講你的地位非常的崇高 只要你一不小心 只要你一不小心 像那個Diana Diana 發生了車禍 一下子就走了 那就是無常啊 這是明顯的無常 我們看不出來的無常 還有呢 很短的時間裡面就變化了 很短的時間 你就變化了 所以那個頭髮白啊 你的 銀髮組 是頭髮白的意思 頭髮白 便不是 你一下子就白 一個晚上你就變白 也有啊 一夜愁啦白頭 你一個晚上 發愁 頭髮都變白 我們本身來講起來很簡單的 這個頭髮白 年紀大了頭髮就白 有些呢 是根本不用年紀大 他少年白 少年他就白了 白頭髮了 也是苦啊 很多的變化 你的細胞天天在變化 今天的細胞死了幾隻啊 那是看不出來的 你的臉每天都在變化 你的身體每天都在變化 那個就是無常 那是看不見的無常 看得見的無常 還多得很 那無常也是苦啊 有一個同學作文 寫我的姐姐 我的姐姐說起話來 驚天動地 看到吃的就翻天洗地 找起東西是翻天覆地 失戀了就呼天搶地 向我借錢時 就是求天敗地 出嫁了 現在她總算出 現在她總算出 出嫁了 真是謝天謝地 她這個姐姐是很無常的 她這個姐姐是很無常的 向我借錢時求天敗地 求天敗地 出嫁了 謝天謝地 這整句話裡面提到的都是無常 你有沒有早上起床的時候心情很好 到了中午的時候心情就變得很惡劣 到了晚上的時候你就 非常的 非常的幾乎快要創牆 有沒有這樣 有啊 無常啊 失真有這樣 早上起床 看到太陽 哇 美好的一天來臨 聽到一個壞消息 搖頭叹氣 哎呀 心情好悲傷 又聽到一個噩耗 幾乎都快要讓你創牆 早上 還是甜言蜜 哇 好好喔 今天 心情特別好 中午啊 突然間說 我不理你了 你不理我 哇 我死了 哭天搶地 到了晚上 我要走了 什麼要走了 哇 一切都完蛋了 從早到晚 心情變化就很多啊 無常啊 真的告訴你真的很多無常 最後呢 是無我 中和前上面 上面那三項 這個苦 空 無常 你就知道 你這個我的存在 其實是暫時 將來 你也一樣 歸於苦 歸於空 歸於無常 你整個我 就沒有了 這一生啊 什麼時候 誰是盧聖宴啊 我常常講啊 你看 那個 我 我有一張照片 光著屁股 剛出生的時候啊 光著屁股 光著屁股的照相 啊 那個是盧聖宴嗎 不是人 盧聖宴沒有那麼那個小 沒那麼 specialty �那麼小 我有一張那個高中的照片 初中的照片 小學的照片 那個是盧聖宴嗎 是 是沒有錯 是盧聖宴 但卢森宴已经不是这样了 我有一张很潇洒的照片 披着头的 扇着头的 穿着那个青年装 西装的那个青年装 很潇洒的 那个是卢森宴吗 是 卢森宴有这么潇洒吗 已经没有了 你在哪里啊 现在在说法的是卢森宴吗 他会过去 以后呢 就变成一个苍老的卢森宴 腰酸背痛的卢森宴 要死不佛的卢森宴 行尸走肉的卢森宴 总有一天会到来 谁是卢森宴 没有 一个代号而已 所以才是无我 这样子想你就知道无我 今年高考以前 老八给我打一个电话 儿子放轻松 别紧张好好的考 我已经给你找好关系 虽然后台很硬 但是也得左一片高考的程序 你还是要去考高考 好好认真 放轻松也不要紧张 这个人就回答 我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好好发挥 对了 老八你给我找的靠山是谁 老八就讲 观世音菩萨 念高王观世音真经 念高王观世音经 他的靠山是观世音菩萨 你看 空 观世音菩萨是空 看不见 为什么看不见的是靠山 他一种心灵的一种力量 我们要学佛 要解脱 必须要靠这一种力量 然后把你的原来的佛性 跟无形当中的智慧本尊 互相结合 这样子才能够解脱 这是重点 我们不是没有靠山 我们都有靠山 我们的靠山就是我们的本尊 你如果不学佛 你根本完全没有靠山 你六道轮回去 你信仰基督 基督就是你的靠山 信仰天主 天主就是你的靠山 你信仰阿拉 阿拉就是你的靠山 你信仰佛 你信仰佛 佛就是你的靠山 为了解脱 你必须要认识 苦 空 无常 无我 这四项 常常在你的内心里面产生出来 你就能够学佛 而且心安理得 因为每个人都一样 你长得再愁 看到漂亮的 你虽然会欢喜 但是你最后走的路 跟我是一样 你看到有钱人 你也不用太欢喜 太忧伤 也不要太悲伤 因为他将来走的路 也跟你一样 你看到总统 你也不要太 说太仰慕他 因为他将来走的路 跟你一样 这个财 社 民 将来走的都跟你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好羡慕的 我告诉你 他们当了总统 当了最有钱的人 当了最漂亮的model 这个无论怎么样 像林志玲 林志玲 林志玲有一个笑话 如果我说法 我名字给你倒着写 倒着念 他还是林志玲 倒着念还是林志玲 对不对 我是最漂亮的model 将来走的路跟你一样 你是当总统 将来走的路也跟你一样 你是最有钱的人 将来走的路也跟你一样 他们三个还不一定有靠山 你有靠山 你有佛 你胜过他们 你应该要好好的修下去 谢谢 我们来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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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